沈慶晶講 他曾經交代老婆 自己一旦被綁架 千萬不可以付淑金 不付 你還有活著的機會 付了 鐵定活不了 那他現在被收押了呢 他以前當時 他很年輕的時候 他是他們家住南機場 他家住南機場 他南機場那邊老大了 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 但是今天 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叫我去辦公室 談他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第一句話 沒有跟他談法律問題 我第一句話 就提醒他一件事情 我說你知道 這個案子你得罪誰 你知不知道 得罪誰 他說他不知道 我說我告訴你 我說你得罪賴清德 他昏倒了 我說你得罪賴清德 你又死定了嘛 我說這個案子 是賴清德的 整個跟柯文哲之間的 一個大鬥爭 這個司法問題 如果賴清德不能夠 不能夠幫你推倒 這個所謂的柯文哲 這個迷幻的 魔戒的高牆的話 把這個魔戒 從柯文哲手上拿掉的話 這國家永無安寧嘛 這很簡單的道理 這個賴清德 生死之爭啊 你沈經濟 墊在裡面幹嘛 他說我沒有要得罪他啊 他是嘴巴這樣子講 但行為上我看的是他跟柯文哲 站在一起 綁在一起了 因為他的利益嘛 但問題是說這個利益可不可以談 也可以談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不要去談細節 但是今天黃珊珊知不知道他得罪賴清德 他知道 他當然知道嘛 黃國昌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 所以這一批人是什麼人 亡命之徒 對 亡命之徒 而且他們只有八個 滿貫八個 不知道得罪賴清德多可怕 你知道 那我知道嘛 因為我太了解這個東建人 這個運作的關係 為什麼你知道嗎 最可惡就是你剛剛講的一句最重要的話 黃珊珊 從選台北市長開始 做假民調 對 從選總統 做假民調 對 就藍白河騙錢 然後這個案子本身 2019年進入市府開始 就開始搞貪污舞弊 他們一系列的犯罪 他們是一個一長系列的一個集團性的 犯罪的合作關係 所以柯文哲肯合他的胃口 對 所以為什麼這一味 這味吃得很薄的嘛 對不對 那吃了五六年這一味 大家都在猜 到底他們兩個什麼關係 一點沒有什麼關係 這很簡單 就是利益的結合 可是利益的結合叫什麼結合 你知道吧 利益的結合是一種妥協性的結合 對 所以這個英文叫做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是一個暫時性的結合 他會脫鉤的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你碰到那些人你掛了 我跟你講 通通要做的 好的 蘇維 剛才講的 現在看到柯文哲來講 他真的想要把整個 也就是把黃珊珊 把柯文哲 柯文哲要把所有的公務員 跟他都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 拖下水 那這招會有用嗎 當然沒有用啊 因為他本 政府不會投鼠機器嗎 這不會 我要告訴大家 柯文哲本來是要把所有的責任推給公務人員的 有沒有 他有沒有說 我不懂都市計畫 我沒有去開都市計畫委員會的會 所以都是專業的 都發局的同仁區開的 都是都發局演你的 所以我都不知道啊 可是這件事情引發什麼 所有公務人員把所有你指示的公司 全部都交出來嘛 包含林青龍把2017年那個時候 他內簽的復件就拿出來 就明顯告訴你 省慶金獅子大開口 除了560之外 還要保障12萬平方公尺 算起來就是678的容積嘛 這件事情有沒有 有嘛 所以柯文哲要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就把壓銷錶全部都拿出來 你現在恐嚇所有的都委會委員 都委會委員就把當時他講過的話 全部都講給檢查官聽 你覺得你能夠如意算盤能夠上嗎 所以你說今天恐嚇這些都委會委員只會適得其反嗎 當然是啊 都委會委員 你知道都委會委員開會啊 一個小時兩千塊啊 為什麼要幫你付這個責任啊 一小時兩千塊 是啊 那些打點費 除非省慶金的打點費 那三點四億的打點費 有到這些委員的口袋 不然這些委員為什麼要 為了你才冒這個風險 對不對 還包含黃醒茂莫名其妙 在2020年9月21號 一方面把省慶金的案子退回去 另外一方面馬上找了專家學者來開會 這件事情是專家學者自己要的嗎 全部都是你都八局自己辦 自己處理的 而且依照台北市 黃珊珊現在講說 依照台北市都市計畫的自治條例的25條 第25條的規定是什麼 都市計畫地區內市府認為 土地有合理使用之必要的時候 可以擬定細部計畫去對隆基做討論 好 請問市政府認為 市政府認為是都委會委員嗎 不是啊 都委會委員是你市政府 送案子進來委員會討論的 是你都八局 言你好之後把案子送到都委會討論的 所以你都八局沒有送進來 我就沒有案子討論了嘛 對不對 所以都八局同仁告訴大家說什麼 誰指示的 誰指示我把這個案子送進去的 就是你柯文哲嘛 就是你黃珊珊嘛 所以黃珊珊把25條拿出來 再一次自證脊墜 就是台北市政府自己認為 自己跟金華城的利益完全綁在一起嘛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可以認同這個剛剛雨萱所講的 我認為他在跟審慶金行 因為審慶金如果真的身體撐不住 他有沒有可能真的轉為污點證人 他轉為污點證人就不是只是證實圖利喔 他是證實了我三點示意的流向 跑到哪裡去 由誰去辦理 我告訴你 這東西如果一出來 現在大家不是講說找不到金流嗎 找不到黃珊珊在裡面的 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嗎 如果全部公出來之後 我跟你說那是一肉粽的耶 一幹肉粽每一個人都有耶 所以黃珊珊跑得掉嗎 當然跑不掉 另外我要再提醒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講的朱雅虎在2017年 給蔡姊的這個書 蔡姊的這個陳情書裡面 其實就有講到一件事情 當時都發局的副局長張剛偉 他完全不認同560 更不要講12萬平方公尺的這件事情 他說什麼 除非政務官手遇他才會同意 所以已經代表一件事 有手遇 對 同仁都發局的同仁非常知道 金華城這個案子 除非是政務官親自下手遇 不然所有的同仁是不會乾冒犯法的風險 大家都知道那一條紅線在哪裡 蔡姊姊我覺得你放不出來了 如果蔡姊放不出來的時候 我能夠放出來 上個禮拜五你提出來 地院就會認真討論 你在身體最危機的時候 你在上吐下線的時候 你在這個全身站抖的時候 我都沒有把你放出來 我把你關進去 你已經穩定了 我可以放你出來嗎 不會放你出來 可是不會放你出來代表什麼 代表沈靜姊現在的身心靈 已經在崩潰邊緣 你說雖然最近看起來 整個新聞開始有一點平靜無波 可是現在才是爭刀相向的時刻 沒錯 現在真的最重要的就是沈靜姊這個人 為什麼這樣說呢 抱歉 如果假設今天沈靜姊認罪了 就說好 我有給這個應小威 那這個應小威最後全的去向 去的這個柯文哲之後 他是貪污行賄罪 這就是一個弊案 這個弊案的話 如果這樣的話 他的金華城是蓋不下去的 但是今天黃珊珊給他的解放室 這都是我們是政府的不對 我們強迫你一定要做這件事 所以跟你毫無關係 跟你毫無關係的時候 是我們市政府有罪 這些人可能全部有罪的時候 你沒罪 你的金華城或許可以保住 那你跟應小威那件事 那就是你說做這你們兩個 之間的金流就好了 沒有到柯文哲那邊的時候 都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就變成是他不是個弊案 所以那真的是要穩住審慶金 他不是個弊案之後審慶金 你只要不講 不講這些重要的關鍵的流向 流到柯文哲那邊的時候 你也500億你都可以保住 你那個20%的容積獎 這個獎勵 30%的容積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一旦提出來之後 寶傑那50%搞不好你就沒了 或許你要重蓋怎樣 那對你的獎是更大的打擊 所以你忍一下 忍了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 四個月 你出來有金山 銀山等著你 對 團隊我們現在就是這樣運作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省慶慶金華城我絕有在配合他 你知道一開始公展的時候 不是有公展那些相關的契約嗎 他當時寫的是 適用都市金華條例的第24條 對 可是他現在也改了 他們現在也講說 我們是適用25條 跟黃珊珊的口徑是完全一模一樣 黃珊珊說是第25條的時候 金華城的講法也是用25條這樣來說明 他8月多的時候就是這樣說明 所以兩邊其實已經開始 他們在決定被這個收押 被檢調要動手之前 他們就已經談好 就是未來假設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做這樣的安排 口徑方向已經出來了 就是檢方可能要用24條 這樣去說我們有貪污 但是我們最後會用25條 現在王牌出來了 就是你看沈靜已經快要完全快要撐不住 我兩度就說我要這個見護就醫 這樣的狀況上吐下屑 全身發抖說不了的時候 這時候為什麼他就丟出這個 25條就出來 出來之後就給你一個解方 你再撐一下 反正我們現在上上下下 我們都會用這樣子 我們民眾黨目前會指 口徑一致 壓力我們承擔 對 我們都會這樣做 反正你只要跟著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可以保你沒事 反正最終就是 我們最差一個狀況 市政府的官員被起訴 柯文哲或許貪污 那個圖利有罪 但是呢 保你精華才容積率 沈靜已經容積率絕對是在的 那在的時候呢 那你就不會咬出這個金流 因為重點就是金流 現在檢調就是要查金流嘛 你居然不同講的 人為財死 鳥為食亡 現在這個金三 銀三 這麼大容積率 放在你嘴邊 等著餵你的 而且這是沈靜已經一輩子的夢想 1600億的這個營收在這個地方 你要撐一下 這個都給你 如果你撐不住的時候 搞不好你都完全不保 你覺得沈靜心要怎麼做 他當然就先忍 撐著 他即使在顫抖 怎樣這樣全身不舒服的時候 他也不能夠說出重要的金流 到什麼地方去 因為他一旦說出來的時候 你這1600億沒的時候 柯文哲完了 那黃珊珊或許也會有事 大家都完了 但是你只要口風很緊的時候 這個25條 我們就是我們承擔下來了 反正你就繼續撐著把聲大了 我在看到黃珊珊 我真的覺得貪為觀者 如何貪為觀者 有人講他是黃珊珊 說謊面不改色 我想有這麼嚴重嗎 反正真的是 你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你明明民調第三 你也說你是第二次 就執著要第一 你在選總統的時候 以民調也正在 還去說美麗島電子報 是民調是假的 還說自己的民調是真的 還自己搞了一個假民調 搞假民調也就算了 今天在這個所謂的 借個政治獻金的時候 你根本就是 你的假帳也對不上 什麼也對不上 然後你可以蠻嘴謊言 我真的佩服得五體頭地 事實上黃珊珊跟沈慶珊 都是同一種人 什麼人呢 生存者 你知道生存者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其他人對我來講 都是可以利用 都是可以拋棄 什麼死的講成活的 黑的講成白的 我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目標明確 因為我要生存下來 我跟你講沈慶珊在那時候 2019年的時候 他曾經接受過新新聞的一個採訪 他裡面講到一句話 他說 我是一個以爭議為榮的人 我根本不在意任何人怎麼看我 我其實就是一個以爭議為榮 他裡面講到他說 標題直接專訪中 自成以爭議為榮 對 然後他講了很多 他的創業的一個過程 怎麼樣 但整篇文章裡面 讓我覺得 非常到底精準的 講到他這個人是哪裡 就是最後一段 什麼最後一段呢 他說 他強調 他說道義這兩次非常重要 他說如果有人這樣背叛我 他說可能是他以前混過幫派的關係 他的整個刑事風格 非常強調一個這樣子的道義 他曾經跟老婆交代過 一旦自己被綁架 千萬不可以付足金 不付還有存活機會 付的話是鐵定活不了的 那如果你今天把它變成說 如果我一旦被收押 你千萬不可以招 如果你不招還有活的機會 一招就沒了 是 然後他其實還講 他說他曾經感到最挫折的 其實不是說虧了什麼 金華城 虧了130億 不是那些失敗 因為他失敗的案例才太多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是被底下的人給背叛 他說這一切或許跟他年輕的時候 混過幫派有關 因為他可能會跟幫派 因為他曾經觸犯法律 就是被下面的人給背叛 所以他入肩服刑 所以換句話說道義 這兩個字 是神經濟看得比死還 比生命還要重要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問你 黃珊珊假設跟他 關係非常緊密的話 黃珊珊敢背叛他嗎 誰敢背叛我 對不對 我命都不要 誰敢背叛我 絕對不可能 然後他還有講 他說什麼 講就是說中國五千年來 就是以暴力奪取天下 有暴力的人欺負 沒有暴力的人 下面的人為了取代上面的人 只好陷害上面的人 因此為了米平暴力衍生出來 才會有退休制度的問題 然後人家就問他說 那不好意思喔 那總裁請問你什麼時候要退休 他說我沒有退休的問題 所以你知道他這個人 是這樣的態度喔 很疼的你知道嗎 不容許人家背叛 對 不容許 不是 他的意思是說 我不怕暴力 暴力我就是 只有我吃別人 沒有別人吃我的 是 他就是我就吃你 我就是弄你 我就是 因為我就是生存者 所以我就跟你說 他跟黃珊珊兩個人 同樣是一種人 哪一種人 生存者 那生存者最重要的條件是 其他人都可以割氣 只要我能生存下來 現在情況就是 黃珊珊在求她的生存 必須要把全部的 整個都市民人 全部都拖下去 而這一招要保的是黃珊珊自己 同時要保的也是沈晶晶 好 所以剛剛講是 現在跟著你去找找 查金流查到最後一領路了 查金流查到最後一領路 有兩個非常關鍵的領路 一個關鍵人物 剛剛講就是陳貝奇 陳貝奇現在已經在找律師 第二個關鍵人物 剛剛講就是沈晶晶 我現在看到嚇死 你的財務狀況 你去澳門賭博 欠了一屁股子在 然後你有套公公司 然後你現在 你現在不管是說 你左手壞右手 你涉及了特別背信罪 而且你掏空了一個4.3億 一個5億 把錢給弄出來 錢如果不能交代出來的話 光是特別背信罪 它就面臨21年的刑期了 而且檢調已經打pass 給沈晶晶方了 你要看清楚 檢調要做什麼事情 這句話講得非常清楚 對不對 你看這個沈晶晶涉及 京華城收賄案遭收押 不只重創威京集團 還可能因為不法的 這個金融操作 連內集團公司 忠實化公司 一旦成為全案的破 破口的時候 恐怕沈晶晶死掉未急 是否會公諸事情 成為污點證人 獲得減刑綿球 勢必成為下一個階段 司法偵查的重點嘛 所以現在要你轉為污點證人 為什麼呢 因為你呢 你涉及不法的金融操作 那如果連累到中石化 為什麼他要點出中石化 明明他有中工跟中石化 為什麼要點中石化 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頂月開發 就是中石化的子公司 如果中石化掛的話 你頂月開發掛了 你金融成就掛了 所以他告訴你 就是這一點 你要聽清楚 現在黃珊珊跟你說 你只要認定說 我沒有這個24條 我是任用25條的時候 我就沒有行賄罪 行賄罪我可以保住我金融成 我知道你要保護你金融成 但是我現在跟你講 另外一個重點 你會拖累中石化 中石化是中石化沒了 頂月開發沒了 你金融成也沒了 所以他現在是用更大牌去壓你 跟你說看你要不要糟 而且他特別強調 現在沈金晶當然講到 你的這個所謂的 威京集團的這個金華成案 威京集團已經受審了 他關鍵在這 你已經有不法的金融操作 你說不法的金融操作 就是特別背信罪 沒錯 而這個特別背信罪 如果這樣 你今天不要講土利 你今天不要講這個所謂的受惠罪 光是特別背信罪 沈金晶這一輩子 肯定就不用出來了 沒錯 他可能會牢底坐穿 好那為什麼這樣 今天在檢調的這個新消息來說 是說他好像在查這個 所謂沈金晶的金流 好 那我們呢 如果你仔細把這個所有的報道 看得非常清楚之後 發現你會發現到說 檢調現在已經把沈金晶的財務所 摸得非常透徹了 也就是說從他自己公司 他自己 然後中工集團 還有包括說像這個中石化 還有頂月開發 金華成說 他都摸了一清而楚 他現在有幾個罪名 一個你疑似在掏空公司 因為你有左手換右手 左手換右手 然後你把這個錢 現在不是說有兩筆錢嗎 一筆錢是 沈金晶在這個頂月開發 過關獲得這個金華成土地的時候 就趕快跟他說 你五億錢 五億給我 所以這五億到哪裡去 你這如果真的去向不明 你就涉嫌掏空公司 另外第二部分 他們金華成不是在編列了 兩筆公關費嗎 兩筆公關費目前我也不知道 去向 所以這都是掏空公司 另外一個 你在海外還有大筆的賭債 你到底目前會指公司是屬於誰 大家都不知道 另外還有特別背信罪 特別背信罪 至少三個特別背信罪 21年做到 你可能一輩子都出不來 所以現在檢調 都把這些摸得非常清楚之後 他等於是直接要跟你 這個沈金晶要說 要跟你對決 你要不要轉回物點證呢 我再給你最後的期限 而且你說其實這整篇文章裡面 最關鍵的就是這句話 這句話裡面講說 連累上市公司 中時化的時候 他不是在警告中時化 對 他在警告整個金華廣場 因為中時化不保 整個金華廣場不保 金華廣場不保 你就蓋不下去了 對沒錯 像檢調來說 這句話裡面非常有意思 因為他說 會連累集團上市公司 這個中時化 可是保佑跟你講 這個事實上 沈金晶他有兩家公司 他有個中工 還有中時化 可他為什麼特別點到 中時化這個公司呢 因為中時化呢 他有一個子公司 叫頂月開發 頂月開發他下面呢 就有一個金華廣場 就是他 目前為止他在運轉的嘛 所以他警告你說 你會連累到中時化 中時化挂了 頂月開發挂 頂月開發挂的話 你金華廣場你也蓋不下去 所以等於是他很簡單 他就跟你說 沒有錯 我知道你就是想要保 這個金華廣場 但是你會連累中時化的時候 這樣連鎖 也會讓他出現一個 財務的問題啊 就簡單就是這樣講嘛 好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所以之前大家本來認為說 今天省經濟完全不會糟 不會糟就是我看到了 八百四的這個龐大利益 如果今天我有所謂的行賄 如果真的有行賄 就代表我這個八百四 是不合法的 這八百四如果不合法 我八百四可能就沒有了 那八百四代表什麼 八百四代表 五百億以上的龐大利益 所以他絕對不會糟 可是今天 整個民進黨政府 或今天這個檢調 跟你釜底抽信說 你不要再去想那個八百四 你也不要想那個五百億 你會整個公司 會像骨牌一樣全部垮掉 對 因為他說什麼 不法的這個金融操作 那為什麼叫不法金融操作 因為很簡單 因為中石化公司 保姊姊 如果我們很直觀地講 你知道中石化公司 現在股價多少嗎 九塊多 它都不到十塊 所以告訴你 它是一個財務非常有壓力的公司 那它現在又背了一個 頂月開發的這個金華城 又三百 這個好幾百億的這個開發 開下去 它的現金流一定非常運轉 非常的艱困 在這麼艱困之下的時候 它的現在的實控者在哪裡 在監獄裡面 你在監獄裡面來說 好啊 你關月久的話 保姊姊 你能保哪一天你會出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些所謂的中石化 或者這個運轉裡面來說 都是沈基金 他自己在那邊 東挪西挪 你關月久的時候 搞不好哪一天 突然之間就 所以說我們現在看起來 整個金華廣場 非常的風光 整個金華廣場 拿到非常龐大的利益 可是你說它的財務 其實是搖搖欲墜 中間有一個風吹草動 它可能都會 惊天動地地出問題 現在就是用這個 去跟沈慶晶談判 我就講 現在台股都兩萬多點 居然還有股價不到十塊的公司 你就知道它的業 財務量是怎麼樣的狀況 好 另外第二個是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話 這個 你的這個 中工這家公司來說話 中石化這家公司來說話 你的錢是從哪裡來 簡單來說 頂月開發是 是由中石化給土地 然後去租 去跟這個銀行貸款過來 所以這些 財務壓力是非常非常吃驚的 你只要拿一個點線面斷了之後 就完全斷了 另外一個 你這些錢裡面來說 我跟他講 因為你沈慶晶 你會拿這個公司的錢 拿過來對不對 你難保 你有沒有拿其他的錢 搞不好 那你還拿其他更多的錢 那萬一都完全 可能會讓你的財務狀況 抽到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現在檢調都在說嘛 你還欠了非常多錢嘛 第一個 你欠洗米華就欠了60億 再來你還欠林秉文欠了20億 所以這些都是台幣 你至少就欠了80億 你這些本身的財務狀況 會不會連累到你的公司的 這都是個問題 所以他跟你講 你現在是 他欠錢這麼多 你現在是步步為奸 不只你自己 你中石化都是很危險 所以你趕快這個 轉為污點陣子 就一切都沒事嘛 另外第二個 現在又牽扯出一個林秉文嘛 林秉文啊 保久我們就很有意思啊 我們昨天不是在講到嗎 林秉文跟誰有關係 跟柯文哲有關係啊 柯文哲不是去了兩次88會館 跟林秉文有相關的關係嗎 所以那林秉文跟這個 所謂的沈靜清 關係又非常好啊 他們兩個還欠 還有贓募的流動嘛 至少是 至少我們知道是20億 這個台幣以上的流動嘛 所以那這些錢到底是 他們流動來流動去 兩個人掛上鉤之後 居然又跟柯文哲掛上線 所以叫做 完全他們都可以連在一起嘛 那連在一起的時候 那你就更認為說 哇這裡面的這個水 非常的深啊 可能有相當多 我們不知道他們之間的 到底是怎樣的往來的過程 我就覺得這個可能要減掉 繼續再查下去 所以說 這三角關係是大家以前沒有想到的 第一個就想說 柯文哲為什麼會跟審刑機接上線 而且這感覺上是過密交情 你才可以完全配合審刑機 而我們剛剛談到的是 這個牽線這個接線跟201812月的 那個雙城論壇非常有關係 沒錯 是不是背後有中國的影子 而在中國掛波子的狀況下 柯文哲才會跟沈慶晶兩個人 作為一個盟友的關係 而你認了沈慶晶之後 竟然林秉文就進來了 郭哲敏就進來了 那林秉文跟郭哲敏進來了以後 柯文哲就去88會館了 那去88會館之後 關鍵在哪裡 他們兩個是第一洗錢高手 也就是我今天找了沈慶晶 沈慶晶是全台灣最敢給錢的人 那最敢給錢的人 我總要相信啊 這時候最強的洗錢高手就進來了 對 事實上你都可以連接得上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我們過去都知道說 黃珊珊跟這個沈慶晶非常交好 可是沒有明顯的證據 但是最近有一個證據就浮上檯面 就是黃珊珊主打了25條的 這個都市計劃條例 跟沈慶晶的口徑是一致的 所以顯現他們兩個之間 有非常強大的這個默契 再來就是說 沈慶晶之後在這個所謂雙城論壇之後 有黃珊珊 有沈慶晶 然後還有柯文哲連上線之後 在2019年的這個9月的時候 沈慶晶把金華廣場賣給了頂月開發的時候 2019年的10月的時候 黃珊珊就就任台北市長 然後緊接著在2020年的3月 開始啟動到便當會 時間開始快速的往前推 所以你看目前的所有時間 你都可以完全連得非常清楚 然後2020年的3月便當會的時候 對 柯文哲就去巴巴會館了 所以你看這邊中間有非常多的時間巧合 你這樣完全都完全連在一起 那甚至我覺得 我看到這個報導 我看到這個嚴峰議員對這個柯文哲的報導 我覺得說 這柯文哲對沈慶晶真好 為什麼 我剛才不是講嗎 沈慶晶的財務狀況不是很差嗎 那結果呢 因為他可能連這個所謂 這個所謂 保證金都付不出來 結果我們想到柯文哲時代 台北市法還跟他簽了個約 說你拿到建造的時候不用付 你等到什麼時候付呢 使用執照 使用執照 使用執照是蓋好之後才可以用 才可以給啊 所以等於是又給他一個開放便資本 所以你要說柯文哲跟沈慶晶中間沒有什麼嗎 大死我都不相信 好所以 你剛剛講的一個關鍵也是 今天北檢不會隨便的放消息 北檢放消息一定有他的目的 不然北檢會被反噬的 好那今天放這個消息很明顯的 就是針對了這個沈慶晶 針對沈慶晶最後那一句話 就像你講的 他本來就是十個鍋子五個蓋 他現在最在乎的是他的精華層能不能蓋得下去 他今天就是用精華層能不能蓋得下去 去威脅沈慶晶嗎 不是威脅沈慶晶 沈慶晶這個金華層本身如果說 把800次恢復到530 560 560的話 那整個金額總營銷的成交量會炒多少錢嗎 炒多少 炒500億 對不對 那會少掉500億 那如果少掉500億這個事情 如果我是投這個連帶銀行的話 我連帶銀行定期要開會啊 對 要定期開會 這個案子有可能營收減少500億耶 那我連帶銀行要不要有態度啊 要抽 不要有態度嘛 對 我的態度 我現在雖然借你100多億 可是一下你抽500多億的話 對我當時所估計的那個目標值就會有減少 對 因此我必須要做新的報告嘛 做新的報告不見得到底是要怎麼處理這個100多億 還有一個後面的這個土建融部分 他現在土融已經撥了嘛 對 那土地融資撥了嘛 建築融資 那現在建築融資還沒有撥嘛 或是撥了一半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建築融資是跟進工程進度走了嘛 那肯定撥不下去啊 所以他這個話放出來就是go public 就是糟告周知嘛 就糟告大眾 全台灣都知道說你沈晶晶有那麼多狀況嘛 你的財務部齁 對 那就是北檢的招 北檢用這個走媒體的路線的方式 是直接打他的心臟嘛 對 那其實他已經要準備屈服了嘛 沒有說過要誰倒霉呢 柯文哲倒霉 柯文哲黃珊珊倒大霉嘛 小省裡面的桌子的桌子很難口嘛 直接講 你是沈晶晶五億的靠賞這個賞金 不知去向 然後呢 這邊還講說你今天沈晶晶 你光是去澳門 光是輸錢就輸了六十億 那個澳門是前面的事情啊 我但我跟你講那是好幾年前 他跟我講過這件事情 我也知道 因為就是他總共六十億 中間洗米華四十億 有二十億是林秉文 那林秉文當時跟洗米華在一起合作的時候 對 搞太陽城嘛 他輸掉六十億 不是欠六十億 輸到百億 輸到好幾百億 但是我聽林秉文跟我講 不是這個情形 林秉文跟我講是說 小省去到太陽城賭錢 贏了都淋走了 輸了不給錢 這是林秉文的正式說法 贏了打走輸了不付錢 但結果現在是欠六十億沒給人四十 可是中間的四十億是欠給 西米華 西米華人現在在澳門坐牢 被判了十六年還是十三年我忘記了 那西米華這個債權已經轉給西米華 在香港的公司 他也透過了律師跟台灣 也曾經跟這個 以台灣經過法律的訴訟 對 然後訴訟債權確定 債權確定 所以小省也拿了這個 逃租引員的這個資產來做擔保品 保證來做擔保品 所以目前這個四十億的 西米華的債權是獲得確保 那林秉文的二十億呢 是小省個人跟林秉文的關係 應該我看起來回收是比較困難 那林秉文現在 不是他講 他說他當時是亞太工商 百分之三十的股權 像這個瑞亮公司 就是西米華的公司 借了六十億 然後呢 他是用十五家公司跟個人名義 簽了十七張本票 才沒有繼續被追戰 對 因為亞太公司 亞太原是一個公司 亞太公司後來 變成他轉成了十七家公司的所有權 土地所有權變成十七家公司 這十七家公司來跟中公合建 當時是這個概念 所以他用這十七家公司的股權 拿來根據西米華的公司 簽了一個債權協議 所以這是目前的 他最後的這個和解的架構 目前因為剛好發生運氣很好 小省運氣好在哪裡 西米華被關了 西米華被判刑 所以沒有人跟他要錢 所以這個被人 沒有人跟他追討這個債務 那林秉文雖然 林秉文部分沒有擔保 所以林秉文二十億沒得到 那這個四十億呢 將來有機會 會跟這個 他的這個所謂的 以淘治人員去 因為有本票 不是 結果法院有裁定 這個法院有裁定的 那個部分是確定的 所以我說小省的情況 可是他對這個欠錢 是很有本事的人 所以你要這樣想 這樣就六十億了對不對 對啊 那我們今天談了半天 小省這個北檢查半天 查半天多少錢 九億多嘛 九億多算不算 對小省來講算大錢嗎 是小錢 小錢嘛 根本無所謂嘛 他要給柯文哲錢 輕輕鬆鬆就給掉了 他方法一萬種啦 那柯文哲有沒有拿錢呢 我跟你保證一定拿錢 柯文哲沒有拿錢 沒有那麼好服務的 他全部是有料服務 他絕對收費服務的 我跟你保證 他怎麼可能不收錢呢 黃珊珊跟他一起 一搭一唱嘛 他們三個人是一票的嘛 但是我覺得今天 給各位觀眾 我來解讀這個新聞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看到一個契機 就是今天周刊 敢這麼大張旗鼓 寫那麼清楚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北檢有突破 因為檢察官喔 不在乎你新聞多或少 檢察官辦案 不要靠新聞 不靠媒體的 對 大家都誤會了 他是高興 他爽快 告訴你媒體 然後如果你不聽的話 我告訴你 民進黨的高層 絕對跟你出手 今晚會一個電話 小省就GG掉了 好 所以會長 我們之前講到 趁你睡覺裡面 你現在整篇文章裡面 就有那個味道 現在是沈慶晶最虛弱的時刻 他現在是一個 清皇不歇的時刻 而這個清皇不歇的時刻 就被檢察官抓到把柄了 是 還記得我們昨天講 那個沈慶晶 沈慶他老婆講過 如果哪一天我被綁架呢 你千萬不要付贖金 你一付贖金我就沒密了 所以意思是什麼 其實沈慶晶他這個人 把錢開的比拼還重要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 就是檢方知道他的一個弱點 所以呢 他現在沈慶晶本身的財務壓力 大到他每在監獄裡面一天 他的那個 不管是中時化 或是鼎月所要背負的利息 恐怕都是這樣子往上滾的 我跟你講 我剛剛終於查到一件事 鼎月這家公司 我們現在發現 他網路上登記的資本額是315億 還是350億 你知道他在2018年的1月份的時候 他資本額是多少嗎 多少 1億 為什麼這個資本額1億的 會用374億去搶標 去標下金華城 為什麼 好第二個問題 既然金華城本身價值好幾百億 為什麼中時化他擁有這個金華城 大概五六成的一個股權 對 他自己拆掉自己蓋就好了 他為什麼要賣掉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中時化借太多錢了 沒有辦法再從連帶銀行那邊 他借不到錢了 對 因為在2018年3月的時候 這是媒體報導 中時化被吹在 連帶銀行吹他繳91億 結果中時化沒有能力繳91億 他跟連帶銀行去談說 給我展延一年的時間 等於是讓他苟延殘喘一年 沒有想到 賢慶慶就用這一年的時間 變出個新把戲 什麼新把戲 自己把這個頂月公司 左手賣右手 左手賣右手 而且左手賣右手 最厲害的一件事情是 賣掉之後 竟然頂月公司就可以去借錢 頂月公司連標土地的錢都沒有 沒關係 你是我的子公司 我中時化可以把我南部的地 拿去跟銀行借錢 借100多億去注資你這個頂月公司 讓你頂月公司有那個資格去 玩起數百億的標案 你看這一招厲害 有了標案的錢之後 但是你要後衛 整個土地是標374億 他現在只有一百多億 所以還少多少 兩百多億 蓋這個房子要多少 一百多億 所以他連帶案要350幾億 後來那個連帶銀行 公股銀行先想說 什麼啊 你左手弄右手 你又搞當年忠實化那一招 那個忠實 那個沈欣欣最厲害的是 他永遠所有的交易 都是左手賣右手 然後價值數百倍再增加 所以後來連帶銀行 那個公股銀行 不敢碰這個案子 不敢借錢給他 出來來了一個救星 是誰 星光集團 而星光金借給他這個 也一百多億 他原本需要三百多億 才有辦法解套 結果現在他只有一百多億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錢不夠 沒有想到這個時間 誰要幫他解套 柯文哲 竟然給他一個合約 跟他說 旅約保證金88億 可以先不要給 所以換句話說 你說他沒有問題嗎 怎麼可能 因為他知道錢不夠這件事情 就是審經金最大的罩門 他幫他翻開所有開發 精華成這個案子 所有的困難 還有一個東西 我剛剛看到 北市科的案子 是什麼時候在弄的 那個星光金去標的 什麼時候 2020年也是10月 11月那時候 而且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人一樣被騙進來 去參與那個標案 說他有標 是誰 元大 元大 他用那個標案的東西 那個新附發進來去標 一樣一模一樣的模式 所以換句話說 是不是同一個時間點 柯文哲跟兩大財團 拿刀叉吃 台北市政府的相關資產 一個是北市科 另外一個 就是幫金華成 讓他這個開始可以用什麼 讓他整個登大廊 然後因此而幫審經金 所有的債務 所有的套全部都解開來了 好 宇璇 其實他最奇怪的是 柯文哲已經講過 柯文哲沒有朋友 在外面誰講說 是柯文哲的朋友 那一定是說話 可是 柯文哲對審經金 已經不是朋友了 那是過命交情 那是生死之交 今天審經金 你需要快馬加杯 我跟你快馬加杯 你需要展延這個 所謂的付款 我跟你展延是付款 今天還傳出來說 我先給你通過這個 所謂的建造 現在容積率的轉移 你可以慢慢的去談 聽你一下哪有這種的好事 那就講到 為什麼柯文哲 這麼信任審經金 他們到底有 什麼樣的過命交情 這個時候就慢慢慢慢爬梳 大家本來以為說 是黃三三進到市府以後 才做的轉變 沒有 其實我們就發現 所有的轉變 都在2018年的12月 2018年的12月以前 柯文哲對於計劃成 不假實測 計劃成所有的要求 柯文哲沒有同意過一下 可是 當這個 兩岸之間的雙城論壇 在台北市舉行 在這個主桌裡面 有柯文哲 有黃三三 有沈慶經之後 一切 都出現轉變了 柯文哲 感冒天下是大不愧 與全世界為止 但他也要送一個人上西 這個人是誰 就是我們的沈慶經 為什麼 因為大家百事不得其心 柯文哲你還記不記得柯文哲 講過一句話 在被問到靈敏文問題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啊 菜團啊 不要來找我吃飯啊 五分鐘我飯就扒完了 那請問一下 他跟沈慶經有幾分鐘 好幾天 好幾個小時 都在桃樹林園 唱哪咖西 好奇怪 為什麼柯文哲 就對沈慶經這麼好 結果各位啊 源頭就在這邊 2018年12月19號 就是雙城論壇 但雙城論壇不奇怪 奇怪的是什麼 柯文哲是不是做主桌 對不對 結果有一個人呢 叫做誰 叫做黃珊珊 黃珊珊那時候什麼身份啊 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議員 你可以做主桌 我跟你講啦 同桌裡面都一堆大老闆 董事長 董來董去 董來董去 不然就是局長 怎麼會有一個市議員 可以做主桌 因為當時殷小偉也去了 很多國民黨的議員也去了 包括殷小偉 包括國民黨的議員 都是做別桌的 我再講一次 雙城論壇耶 這個對於你如果有在碰兩岸交流來講 是什麼大契機啊 大機緣啊 我可以跟中國來往 我可以跟中國交涉 對不對 結果呢 沈晶晶也坐在這邊 黃珊也坐在這邊 但是怪了 各位就是從此時此刻開始 何文哲跟沈晶晶 他們兩個的命運 一拍即合 牢牢不可破 你才記不記得 3月10號那時候便當會 現在黃錦茂一直哭著說 沒有不是我要演藝的 是柯主席 是柯市長一直要我幹的嘛 他只給我11天 對叫我一定要趕快快馬加編 結果再給他送進去 他都委會也是啊 都委會也是他要我開的 他也是要他我辦的 寶貝哥你不要誤會喔 你覺得只開都委會會不會有問題 我跟你講喔 司法性來講 光開都委會就違法了 這黃錦茂在我們講的 專案小組的會議裡面 親口講出來喔 他說因為 你今天要開都委會對不對 你要我們都法局研議過 而且我們不能隨便接陳情愛 那請問一下這幾條法令圖令罪 誰叫他違反的 柯文哲 柯文哲 那柯文哲知不知道這樣違法 知道他說公務員不坐牢 他說快就好 他都知道這個會出問題 但為什麼他硬要送 沈晶晶上西天 為什麼 從頭到尾包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啊 就只有一種可能啦 柯文哲根本不跟人家往來的啦 這個雙城諾談 背後面最大尾的是誰 那是中國嘛 那如果不是有真的 我們講龐大的第三勢力 中國外界力量 去把柯文哲跟沈晶晶兩個人的紅線 給他牽起來 請問一下柯文哲 有可能甘願去幫他去做這種 冒這種風險做這種事情嗎 因為剛剛講到 其實沈晶晶他的堂弟 在中國是高官 是省長級的一個人物 而且他當時的八千里路一個月 就是由沈森池文教基金會所弄的 然後你就看到了 柯文哲最近不是陷入困境嗎 陷入困境了以後 誰第一個跳出來幫他講話的 國台辦幫他講話的 國台辦還把這個AIT想要 拉進來AIT馬上否認 法輪哥我分幾個城市 第一個當時的沈晶晶是什麼 他是八千里露營額遠 包括他的揚州進化城 他有一個偉大的中國夢 就是說他看到大家去中國掏金掏非常多錢 所以沈晶晶為什麼會做在這個主流上 就是我想跟中國往來 但這時候柯文哲那時候講的是什麼 兩岸一家親 所以這時候兩邊一拍起來 而且法輪哥你剛才講一個重點 明明知道沈晶晶跟我們講的 中國關係密切 而且你還提到一個關鍵人物是誰 蕭旭成啊 蕭旭成我坦白講啦 今天民眾黨前一陣子 我這邊提包一個料嘛 他們有沒有去在柯文哲出事情之後 想要去跟大陸球員 有嗎 有嘛他們有想要去跟中國嘛 甚至他們講過說去跟中國講說 哎呀拜託看一下怎麼樣 我們這處理怎麼喬 我就請問一件事情啊 民眾黨裡面跟中國通最緊繃的是誰 這趙林啊 這只有一個趙林外交官 那趙林的趴數有沒有值得跟國台辦 談東談西沒有啊 所以他需要誰 需要你剛才聊到了嘛 要有第三方強而有力的力量 你跟中國說得上話了嗎 不是嘛 當然對嘛 就是他的代表蕭旭成嘛 蕭旭成這種趴數的 才有辦法跟柯文哲處理嘛 結果處理掉之後 法律哥出了什麼事情 怪了 我在上節目上來吧 突然開始風雲變色你知道嗎 什麼AIT啊 要來幫助柯文哲啦 AIT對柯文哲有一件 結果被人家說假消息 他說賴清德在金門被困住了 結果也假消息 結果突如其來 開始有一大堆言論 排山倒海的 請誰 請柯文哲 那寶球哥我就問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代表柯文哲的利益是誰的利益 是中國的利益 那沈靜晶跟柯文哲的這些結合 是誰的利益 中國 是中國的利益 所以各位最怪在這邊嘛 就是柯文哲從頭到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一直以來 包括他的金流 包括他的金主 包括他跟中國關係 總是密不可分 而且他也從來不避諱 談這件事情 他也不去排斥這件事情 他對中國也很少 我們講的延遲批判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不禁好奇這件事情 會不會柯文哲 之所以如此信賴沈靜晶 甚至一路幫他打通關 各種方法 都要讓他強行通過 背後事實上 有一個更大的力量在推動 好 我跟你講 今天我會講的 2018在台北辦的這個 這個雙城論壇其實爭議非常大 當時議會連錢 我都不願意給你 當時根本不願意辦這個案子 可是他非要強度關山 而強度關山 我們之前也覺得 在談計劃成的案子 最怪的是 2018年以前 你是全部否定的 你旁邊的人是反對的 為什麼你後來完全不一樣了 關鍵你要講 很多人以為說是黃曬山 可不對 201812月 雙城論壇之後 就開始 他旁邊的人頭顯散字 他旁邊開始換了一批的人 然後他開始去搞了民眾黨 開始黃曬山就進來了 黃曬山進來之後 便當會就開始吃了 便當會開始吃了以後 他開始就去爸爸會館了 他就開始認識那些地下會隊很厲害的人了 然後他就跟那個沈晶晶越走越密切了 然後他幫沈晶晶排出任何的困難 將這個所謂的319變成560 560變成了這個所謂的840 一路的往上跟進下去 創造非常高的利益 而這個關鍵 大家都沒有想到 原來跟2018年當時議會 也就是你強力反對的 這個雙城論壇有關係嗎 其實在這次新華城 檢調調調的步調一直到現在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叫做集團式特權 就說這不是只有單一一兩個人可以促成的事件 而是上次市長 下次這些所謂的都委會秘書等等 每一個人都要配合 才能促成這一出840%容積的大戲 那柯文哲他本來的策略是什麼 他說我都不知情 都是下面的人在亂搞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證據 大家連結起來 你會發現柯文哲才是中間那個 真正穿針引線的人 以這個他跟沈慶晶之間 柯文哲的小省情緣 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說什麼 選完之後我去他家唱個卡拉OK 然後他慰勞我一下 這麼單純而已啊 能去逃租影院唱歌 請問台灣政壇幾個人 有這樣待遇 屈指可數 那為什麼他有這樣跟沈慶晶的交情 絕對不會是什麼 選總統的時候才開始啊 那柯文哲現在 大家以為說 他是這個硬小微開便當會找他 然後他才知道沈慶晶大錯特錯 他早就認識他了 大家知道金華城龍基 他是兩段市長胖 第一段 從392長胖到560的時候 其實柯文哲他是在2018年初 當時他準備競選連任的時候 他就放手了 當時他準備競選連任的時候 他就放手要讓金華城變560 那之後怎麼樣呢 小沈當然讚賞他嘛 過去好龍兵當了八年市長 都不給小沈560 那現在柯文哲 當完一任的時候 馬上就要給他560的時候 小沈對他稱讚有加 這也是為什麼到2018年的12月 當時柯文哲已經確定連任了 確定連任的時候 他舉辦了這個雙層論壇的時候 這上海市長周波 那時候還來到我們台北 那位大談啊 這個關於處統的言論的時候 其實現場挺科企業組裡面 沈慶晶就入列啊 沈慶晶在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挺科了 那你說柯文哲怎麼可能不認識他 過去柯文哲是說他都沒朋友耶 他都說他從來不跟財團往來耶 後來財團成為他座上賓 同座主桌的時候 早就認識了嘛 所以硬小為20... 後來啦 這個開這個便當會的時候 搞不好柯文哲心裡還在偷笑耶 說我跟沈慶晶搞不好比你跟沈慶晶 更好更麻吉耶對不對 那時候就是柯文哲早就不只認識沈慶晶 你知道沈慶晶挺他 硬小為只是拋了一顆球進來 柯文哲接球之後 才有這個後續的有沒有 交辦黃錦茂嘛 現在我們看到有媒體報導說 黃錦茂遭了很多事情 包括說柯文哲是不是限期他時間 趕快把這案子辦出來 是不是由這所謂的變遷 說怎麼樣都好 只要快就好 這些種種的全部串起來之後 你就知道為什麼沈慶晶有這樣的特權啊 所有台北市民都沒有這個待遇耶 台北市民你符合都更的老房子條件 請問會有市長幫你指派副市長當你的PM嗎 整個案子發展到了今天 最關鍵的就是沈慶晶嘛 對 沈慶晶已經兩次需要交保 因為醫療的關係需要交保 會讓他保出來嗎 如果保不出來 沈慶晶撐得住嗎 好我們先看沈慶晶 他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他已經兩次去介護就醫了 而且呢他已經帶上了尿袋去出庭了 你說他現在又上吐下線 上禮拜五十三號的時候 在律師岳芳如幫他拒狀 然後他就說我們必須要怎麼樣 要拒保因為他會去看醫生 你十三號火急火燎不行了 已經到了上吐下線 已經到了生死除亡的關頭了 而且他講說沈慶晶每次身體的狀況都不一樣 這次狀況跟上次不一樣 上次過得了關 這次不一定過得了關喔 然後呢十三號申請了 十六號的時候呢 下午告訴你說 你的狀子上面沒有簽名 所以呢你七天內在補證 律師的講法是說 已經到了生死的生死除亡的時候了 你竟然告訴大家說 哇天啊七天內再補證 好像一點都不著急 然後呢大家會覺得說 所以院方完全不急 你想想看喔 十三號提出要劇狀申請 然後呢等到竟然到十六號的時候 才做了這個裁定 這裁定還是說你沒有簽名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跑檢調一段時間 大概一百件裡面有九十九件 都沒有當事人的簽名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院方盧沒有沈慶慶的簽名 但是呢準了 你可以交保了 你可以去看醫生了 沈慶慶會拒絕嗎 不會啊 當事人不會有人拒絕的啊 所以呢我覺得他這個裁定 法官這個裁定 其實就是在找你的麻煩 當然好聽的話是什麼 法院院方要求慎重 所以你要確討當事人的爭議 那去簽名 可是不會有當事人不願意啊 然後呢大家今天要去問院方說 欸這個人家這麼火急火燎的 我十三號提出你怎麼十六號才下財定 對 因為中間 禮拜六禮拜天不上班 你這樣的神經驚 現在已經上兔下線了 你竟然還跟他講六日休假 欸可是如果六日 法院要審可以審嗎 其實如果要的話 當天因為他用的方法 岳方盧他的說法是 有這個身體健康的為由 所以呢如果你要以當事人的被告 被告當事人的權益的話 如果他就要健康理由 禮拜五就審了 你當天就要看了啊 對啊但是六日休息 所以呢不用擔心 然後禮拜一也不用擔心 下午的高中你說 欸我們等你七天內去簽名一下 我看小沈一定慌了 那為什麼今天黃珊珊 在兩天前要寫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當天在8月28號的時候 審訊金被帶走的時候 他發了聲明 然後威京也發了聲明 當時候聲明就是發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大家就覺得說人被帶走了 怎麼還有辦法發聲明 表示他準備好的 然後這個東西把它複製貼上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他們已經知道 小沈快撐不住了 你想想看喔 小沈如果這一次又把它給駁回 他快撐不住了 對因為他第一次已經被駁回了 告訴法院告訴他說 你這個東西不算重病 所以你不行 對 你今天加了一個 我都已經去看醫生了 還不行 那我就上吐下線 但如果還不行的話 小沈已經沒有沒有交啊 你沒有交的話 你會不會講出一些什麼東西來 所以您說 第一次介護就醫回去 第二次再介護就醫再回去 就沒有第三次了 就沒有這樣子了 沒有這樣子 讓你一直玩下去的 所以現在的話大家都知道 小沈快撐不下去了 黃珊珊知不知道 黃珊珊知道 檢察官知不知道 檢察官也知道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在金流沒有辦法突破的情況之下 小沈就是最好最好的一塊肉 如果今天誰撿到這塊肉 這個官司誰就有辦法 山上風了 但是黃珊珊為什麼 一定要在這個時候 趕快隔空告訴大家 一件事情說 你說的我們都接受 什麼意思 當初小沈8月28號 威京的那個聲明 他這麼說 沒問題 我們市政府會扛下來 所以 兄弟 你在裡面也要扛下來 不要再弄這些 有的沒有的 因為不可能讓你聚保的 這個東西大家就叫保來 叫原來的規定來 你原來規定說 今天柯文哲絕對不會收會 也說你絕對不會送會 不會收會 不會送會 這個底線 現在大家都是什麼 你知道嗎 現在兩邊都是 站著說話不腰疼 誰腰疼 小沈 小沈在裡面不好觀 很難過嗎 很難過 這種天氣 然後他這個年紀 然後他本來就有一些慢性病 你想想看 在這個裡面 我跟你講真的是 你走也不是 做也不是 你每天一個大老闆 你在裡面你怎麼辦呢 他現在可以 那不能因為原道的關係 放他出來嗎 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現在案子已經辦到這個程度了 而且他們已經知道 小沈快撐不下去了 如果再給他尬了 小沈一定會坦承的 小沈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英雄人物 所以現在來講 然後黃珊珊這一拼就把他推上去 我給你當厚度 我給你當你的底氣 你不要擔心 我會把你撐住 你的這個容積率 我們想辦法把你留起來 對 為什麼呢 其實他非常懂小沈 因為小沈的經濟狀況 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好 如果今天小沈 反正關都關了嘛 他年輕的時候也關過 如果他撐住之後 不管是兩個月 還是二加二 四個月 我四個月出來之後 我容積率還在 我還是一個撐頭大老闆 如果他出來之後 沒有容積率 然後停開 那日子怎麼過下去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已經變成一個博弈遊戲了 黃珊珊 把台北市政府拉起來 來我們一起用 市政府的一個角度 我們來挺你 對 但檢察官也在等 因為檢察官知道 保密容積 對 檢察官也知道說 小沈已經快不行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都是站著說到不腰疼 就是小沈一個人 在檢所裡面 尬著非常的痛苦 這日子很難撐得下去 但檢察官還傳出說 要對柯文哲進行策謊 進行對峙 難道現在檢方跟柯文哲 這個對決已經到了最後關頭 現在來講 都已經把這個聲勢 越拉越 熊越拉越上面了 現在來講 已經到了一個決勝點的時候了 決勝點 對 現在來說的話 要嘛就是找到 他大筆的一個長金庫 要嘛就是有人反咬出來咬他 不要忘了當初趙騰熊 就是因為沒辦法壓 所以他腳軟 腳軟之後呢 那個跟他一起配合的公務人員 判幾年 19年 所以呢現在來講的話 小沈有沒有這個機會 他有機會反的 如果他反的話 檢察官 趙騰熊也是這樣子 趙騰熊就是這樣子啊 當初來講 你這裡挖地 我們一起進去 積壓就積壓 但是你看兩個同時在積壓的行程 比較有錢的 通常都撐不住 所以趙騰熊那個時候腳軟 腳軟之後 就把那個銀劍鼠給咬出來 咬出來之後呢 人出來了 趙騰熊出來了 他到目前為止 還沒出來 還在關 19年很難關的 好所以不懂 剛剛講的 現在的關鍵點 就在這個沈慶晶 沈慶晶能不能熬得過 是這個案子最重要的突破口 而今天搞了半天 黃先生寫這麼一大篇 就是要穩住沈慶晶 保健我們做新聞 有一個原則 什麼原則 不相信偶然對不對 不相信偶然 你認為黃先生為什麼寫這個東西 他這是偶然嗎 當然不是偶然 還是他為了法條 還是為什麼原因 我也不知道 我的判斷 沈慶晶叫他寫的 當然是他表態給沈慶晶看 你能不能趕快聽 所以這個根本就是 他們之間有創供的嫌疑 他寫這個幹什麼 他就在公開告訴沈慶晶 我知道你的意思寫這個東西出來 對 25條 就是沈慶晶叫他寫的 不然他為什麼要寫 你是黃先生你會不會寫 我當然不寫 為什麼你知道嗎 都躲那麼久了 我安靜那麼久了 為什麼突然間寫這個出來 寫得出來傷害到誰 他自己啊 不是 柯文哲 柯文哲被他害死的 他為什麼要害柯文哲 這個傷到柯文哲 當然打到柯文哲 這25條跟24條差哪裡 差哪裡 25條就是柯文哲 全部他一個人扛 就是市政府權限嘛 市政府需要嘛 所以當時諸法官講 柯文哲跟諸法官怎麼講的 我都不知道 那他寫的變什麼 我都知道 都知道 也就是按照第24條 是你提的案子 我們這個都委會 都審 都委會來審 這個是因為都市計畫地區裡面 是市政府 強調市政府 認為土地有合理使用的必要 得擬定細部計畫 規定地區內的土地 及建築物的使用 我跟大家在裡面 很公開講一個 就是說很誠懇的告訴大家 我可以保證 沈慶晶跟黃先生是好朋友 很簡單 他們現在還能夠溝通嘛 這個擺明的就是 沈慶晶叫他寫的 我絕對我在這邊打包票這個事情 敢這麼打包票 有事情來告我 很簡單 就寫給沈慶晶看 沈慶晶要求他寫出來 你要給我表態 很簡單 為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 情況非常危急嘛 那個危急 他寫完這個 我跟你保證 今天寫完這條以後 他明天開始不會再談這個案子 又要安靜了 就應付他嘛 應付他 他寫這個有什麼用 有什麼功能 一點功能都沒有 我以為是在幫阿伯撇清 他就是 一個黃國昌講 那30% 他不是他在幫沈慶晶 他在幫阿伯 阿伯 他在害死的阿伯 阿伯掛掉了嘛 第三個 沈慶晶會不會保外救醫 會不會因為他是健康情況不好 然後會能夠交保 不行嗎 當然不可能嘛 這個就是 我都上吐下瀉了 我都狀況不好了 我在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講過第三次 今天第三次 吳中憲立法委員是前檢察官 告訴我 一般來講的話 到兩個禮拜左右 被告就投降了 被告很快就投降了嘛 所以兩個禮拜快到了 他就上吐下瀉了 然後借戶就一次兩次 然後全身站抖 對 這些動作代表什麼東西 代表他到臨界點了嘛 他快要崩潰了嘛 黃珊珊也知道 黃珊珊是律師 他看過多少被告 他看的被告比你我都多 他知道小沈這個德性 快要照不住了嘛 所以他乖乖聽他的話 寫那麼一個東西出來 就害死了柯文哲 然後應付了沈慶晶 最後沈慶晶會不會怎麼樣 我告訴你 照樣認罪協商 照樣把他們咬出來 不行嗎 沒有辦法 他照不住嘛 他真的是怕老 我在第一天在這個節目裡面講 沈慶晶健康的情況確實不好 但目前的情況 法院要積壓有個要件 要你什麼時候可以 能夠幫你交保你知道嗎 什麼時候 要你無法治理 就是你完全沒有辦法 照顧自己的生活 你大小便失禁 各種東西 有很多條件 那個條件 癌症都不能交保 我告訴你 不可能 很嚴格的 非常嚴格 哪那麼簡單 吐兩天就出來了 裡面 如果吐兩天 接乎追雨就出來的話 大家都吐了 對不對 每個人都跟著後面吐 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然後我檢察官爽歪了嘛 知道嘛 通通進來了嘛 你看看 忍耐那麼多 那麼久的黃珊珊 都跳出來了啊 所以這個潛在的那個共犯 潛在的共犯 都從這個常見人 都冒出頭了 所以這個事情 這個有一些 這個中共國來辦 不要得意啊 快要破案啊 快要有新的這個逆轉的情況發生 陳靜靜我認為說 快要投降 好 蘇菲 剛才講到 這件事情 我們對阿北非常不公平 然後在你們這個調查委員會裡面 有利他的 你們都沒有公佈 不利他的 你們拼命公佈 而且他講說 在裡面本來就有很多的官員 講那個阿北沒有關係啊 我先跟大家講 昨天民眾黨的發言人 吳於軒做了一個對照表格 說第幾次會的時候 黃錦茂說什麼 跟阿北無關 第幾次會的時候 彭正孫說什麼 市長沒有特別交代 第幾次會的時候 邵秀沛說什麼 我先告訴大家 這三個人現在都是被告了 用被告的證詞 來證明自己無罪 這叫共犯結構的證詞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們沒有 要公佈的是什麼 誰問的 對誰問的 為什麼黃錦茂會去答這個 是誰跟他一問一答 我告訴大家 裡面的大部分的這種一問一答 都剛好是我們專案小組 另外一位成員民眾黨的代表 陳佑辰議員 陳佑辰 他不是每一場會都有來 他也不是每一場會來都有發言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彭震生跟黃錦茂來 他有特別來 而且特別問的問題 他的問題其實簡要來說就是 是不是阿伯交代的 是不是阿伯特別跟你講的 不是好我沒有問題 他是來作囚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現在看起來 我那時候覺得說 你的問題就這樣 你沒有要查案 你只是要證明阿伯的清白而已 好那也沒關係 因為護主心切嘛 他是民眾黨的代表 他來問他立場的問題 我覺得是OK的 可是他不是市議員嗎 他不是要監督市政府嗎 他不是要守住 台北市政府的利益嗎 是啊 他什麼都沒做 對 但是因為阿伯對他的恩情大如天 還是要先報一下 沒有阿伯的提名 沒有黃珊珊的從小把他這樣子 他是黃珊珊子弟兵 所以他該做的是 他是黃珊珊子弟兵 他是黃珊子弟兵 聽說他從小就在黃珊珊當志工了 好那沒有關係 我沒有想到原來他們是埋伏到今天 我也只是在調查委員會裡面要表現一下 回去把紀錄給阿伯看說 阿伯我有幫你問喔 這個問題我有幫你問喔 留作紀錄了 結果今天原來是要 吳怡軒就把這些整理出來 而且拿掉提問人 然後說你看人家黃瑾茂也說 柯文哲沒有問題 彭震生也說不是柯文哲交辦的 然後邵秀沛也說是依法行政 所以在第九次會議裡面 彭震生講不是市長交辦 市長交給都發局 都發局去開會 都發局開會之後 將會議進入上層 交給了黃瑾茂 黃瑾茂說 那是都委會這個研議的 我們就按照陳錦涵長 市長交辦下來 都發局去簽給市長 是不是 他講陳金仁的訴求 就是按照市長的協助 這跟市長沒有關係 另外就講到的 黃瑾茂也講 當然沒有所謂的當面交辦 拿一切的程序按照辦理 關鍵在這裡 回答 回答 問的是誰 問的是陳佑誠 陳佑誠 而且前面沒有把問題標出來 他是問了什麼問題 他會答這個 我們不知道 就像剛剛都市計畫法34-2 前面的前提是30年以上5樓以下 他把它拿掉 這個也是 他到底是問什麼 而且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 這個彭震生說 不是市長交辦 市長交給都發局 他沒有講清楚 彭震生是說 市長沒有交辦給我 但是我不知道 他有沒有去交給都發局 他其實是這個意思 他其實是咬出都發局來 其實這就是囚犯理論 你推給我 我推給你 所以我說用被告的話 來證明阿伯的清白沒有意義 因為他們跟阿伯一樣 現在都屬於被告 而且你只敢公布 只敢去揭露他們打什麼 卻不敢去揭露 陳佑誠問了什麼問題 才會導致他們回答這個 大家不要忘了 最近媒體還揭露一個 當今年1月份的時候 監察院的糾正報告出來的時候 彭震生跟柯文哲 是不是有疑似串共的聯繫 說你去查一下 好那我們就一起說是共事局 是不是這又是一個 他來之前事先有過溝通 我怎麼問你怎麼打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說 台北市議員 我們都尊重委員會裡面 每一個成員 他的這個問話的權利跟自由 但如果你今天要變成說 藉由你的調查的案件 你的身份 結果你要轉而幫柯文哲洗白的話 然後你又不揭露全部的訊息 我覺得這樣是不太好 而且他還攻擊你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比較瞎一點 因為他現在人還在美國 那他之前去美國 人家就笑他說 阿伯出事又成蹭假 所以他被交辦 可能被交辦就是要補幾刀 給游淑會補戰功 但他所說的泄密 我跟大家講 根本不是密了 因為這個五月份的時候 在都發局在議會都被揭露過說 當時交都委會的那份公文 就是柯文哲清批的 只是說當時是都發局表示 然後黃錦茂後來五月二十四來議會的時候 他親自證實是柯市長的交辦跟財事 所以這根本不是機密 這叫天下皆知 我只想說民眾黨現在用一個招數 他說北檢泄密 他說游淑會泄密 他用泄密這個帽子扣住我們 就是我們不能談喔 你不能讓人家知道案情喔 你只要談你就是泄密 哪有那麼多秘密啊 如果都是秘密 我們幹嘛開調查會議 如果我們調查會議都不公布的話 我們調查來幹嘛啊